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三位来宾 第一位来宾是新建环保署的检量规划署的吴组长 我们请到官方的代表 第二位请到征御哲的会计师 他是安永远的会计事务所的修会 跟我们去发展职业的会计师 第三位请到台大社会系的新秀 应该是还在这里 刚回来 刚从美国回来 刘仲恩老师 我想大家对cover pricing 现场应该有很多朋友 很多持库朋友 或是各方的专业 我们也不用介绍的太多 不过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cover pricing 这个字翻成碳定价 我老是觉得怪怪的 cover pricing 因为这个不是庶民语言 庶民语言是发大财 所以cover pricing 怎么变成发大财 让企业变成企业内部的探定价 来跟世界接轨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 截至目前台湾只有七个大的企业 采取内部的探定价 这跟世界的接轨是有点落差 全世界已经有这么多的国家 我们看一下资料 有这么多的国家 已经有一些关于碳定价的制度 各位知道 cover pricing 碳价 碳价 碳价其实有两个机制 很简单 一个就是排放交易体系 一个就是碳税 能源税 碳税 诸如此类 各位知道 无论排放交易体系或是碳税 都是牵涉到一个国家内部 对气候变迁的重视 还有在全球经济竞争上 你在台湾的要求上面 你也没有符合全球的要求 那比较重要的时候都知道 大家知道 现在欧盟新的职委会的主委 主席 就是德国前国防部长 这个乌斯拉绑 莫德尔 莱恩 留等了 稍微讲一下 如果他一旦实行 他在投票那一天的演讲 他要加深整个欧盟 到了2030跟2050 要加强这个检判的措施的话 这可能是完真的 那我记得我2005的时候 我一个学生 你有没有硕士站直转发布他的时候 他是DeQ的高阶的处长 他就跟我讲 老师你不用担心 一天到晚讲这些 我们企业界每天都盯着欧盟的 这个Rich指令 Gandos指令 就是一个化学指令 一个电子配器物指令 如果这些不进去了 没有盯着跟进的话 他们的产品 我们的产品绝对进不到欧盟 这个对台湾影响冲击非常大 所以我们今天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除了我们找几位专业的同仁来交流之外 我想最重要还是一个社会的共识 大家知道 台湾在无论减碳或是能源转型上面 其实是需要更多的社会讨论 社会的理解跟社会的推动 台湾的能源税 第一个版本是在2005的时候 由财政部推出一个草案 他就躺在财政部 好像没有送到立法院 一直就躺到现在 那在2011年的时候 吴光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契机 那时候本来想提能源税 那工种也没有反对的 那么厉害 本来那时候有一个契机 然后开始在延宁是说 这个立法院即位立委都有不同的版本 开始在延宁是说 如何有一个落日条款 跟世界结果 你看一晃就巴黎 从2005到2016年 从2011到2019 一晃66年 那台湾刚好就是在 另外一个驱动的因素 刚好在2015年 在英演结果下 通过这个文管法 或是简单级管理法 可是到现在的执法也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 国内部 跟国际的结果上 其实我们落差还是蛮大的 落差蛮大 落差蛮大 当然有非常多的因素 但是这个 会牵动到国内的整个能源价格 还有整个产品的价格 还有很多民众 对这个能延税的看法 认为会不会是说 加税了 加上延税 会不会又加钱 诸如此 我想这些都是很多都需要 我们来用比较顺利的语言来谈 那我们风险中心 当然就还是办理这样的任务 把这样的议题推广 我知道今天底下有非常多 赤库的朋友 有很多专家 我想你们就可以这样子交流 沙龙 他现在沙龙就轻松发问 问问题的时候不要杀气疼疼 我记得上次在这边的时候 问题被问得杀气疼疼 这实在是有点 好 沙龙要轻松一点 好 那我想今天我们就 我们先请这个吴组长 跟我们做一个这个 大概四十分钟介绍一下 大家安导请 从之前到现在 各位欢迎我们的主席 谢谢主任 好 各位今天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当然 我主要今天坚入主席 谈我们刚刚主任主席 25年国内通过 针对气候病间的一个专访 就是温西减压局关系法 那这个法律的方向里面 大概也有谈到 跟碳币价有关的一些事情 当然有些是原则线规判 有些是针对我们 未来 总量管制 台方交易制度上的一些要求 那我在谈到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些背景的介绍 那我想很多 过去一些国际上 现在碳定价的发展过程中 会讨压就不会多描述 再来这个谈 我们现在 从最开始谈就是说 气候变界这一体上 在国际上来谈 但是 到底科学上的数据 观望怎么样 我们刚刚 以 联合 联合气候变化工业 跟华语协银来谈 它其实目标一直都没有改变 需要在本世纪末 把全球更温 空在这些细内 那华语协银特别谈到说 要努力空在1.5度时以下 但是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 在大气中的两个温室系 我们其实远远就超过400平均 如果要放在两个温室系 大概是 大概是450平均以下 那测温的状况 以 目前的状况 大概是去年跟前 原来的公共温室之前 较有更新快的经济 大概是检花 当前年有到明年有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的裁判 所以就是说 在国际上来谈这一体的时候 其实很多数据 大致该要过 目前就是应该要过 多个必要的起重 那公约在讨论的影响 实际上公约在今年年纪是 第25次的大会 每年看一次大会 都讨论很多 跟国际上有关 不断的进化 调试、资金、技术等 整整面想的问题 甚至包括 世代正义、Gender 或其他的女性世代的问题 但是在今年 年底面 包括像去年 再来过来很多次 都讨论的 当然最希望是在巴黎协定 2015年通过的 未来2020年以后 要施行的这个 巴黎协定的规则 能够有效率 但是 坦白是在去年 唯一卡出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的第六条的规定 第六条的规定 实际上就是Market 也就是我们现在谈的 像所谓的 谈市场 或者未来的 不管是谈定 这样的议题 在公约怎么去运作 包括他未来 巴黎协定后 怎么衔接 巴黎协定 之前的进度因素 当时谈论很多 情节班 其实真正的一些 这些问题还卡在这里 所以在年底 是不是能够出武 其实各方也没有很大 因为到目前看起来 这些条文 争议的不同版本的内容 或知识院队 也会过 包括在今年六月 在沃昂统论的时候 其实意见还算分析 还算分析 所以在今年 大概除了年底的大会之外 当然最关键是在九月份 在去年会后 其实年俄国秘书长 秘书长特别标题 各国领袖 在今年的九月 在年俄国总部 开会九月二三号 希望抬个高峰会 跟旗右边走 他主要就是 就是基本的 就是希望各国领袖 能够对于解贪力 要多提出一些 更有潜在性的一些努力 那我回到国内的状况来讲 其实我们都在谈谈性价 或是谈市场 国际上当然市场很多 最早从欧盟开始 包括北面很多自由市场的运作 包括欧洲是协助 两个国家 主要是韩国 中国大陆去处置 他们的谈市场的基本运作 但是市场规模是多大 欧洲来讲是整个国家 整个欧盟去的所有要参与 那我们台湾的台湾结构 我想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以现在我们最新的统计 在去年年底发布 我们统计到2016年 我们的排放冷量 大概是290几的 台湾风格非常好冷 那当然最主要结构的念头 是在海面为主 那最大的一种 就是我们所谓的化石能源 所以我常常讲 西欧变迁在台湾问题 其实就相当于能源的问题 我们能源问题解决了 其实 通过来讲 我们简偏换的议题上 也相当程度受到一些关系 但是其他的 包括甲烷和国 其他韩服器 其实比重都不大 好 那如果我们过去的趋势来看 其实从1990开始看起 我们其实一直在往上走 当然这里有很大的衰备 主要是2008年 有金融风暴之后 到我们经济的消费票 需求能源需求也衰减 所以一路上下以后 在外面在里面还不过来 那这边几个小时 我想大家不一定看得清楚 但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就是 我们在公文版卡下 有特别对部门做一些设计 所以以我们的新设计去规划成 我们现在的部门别人 能源是针对能源发电业子 好 自用的这些能源 大概在我们国家十一点多 制造业大概五十几 铺商二十 然后运输在十三 我们业盔和外景团 部门是最新部门 会去处理或热射业 运输会产生的一些交产器 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 其实还是在我们的产业面 还有能源 还有我们所谓的 组织上一层一起上 那我们排放的量 在全世界的结构上 我们比照我们七种气体 跟加上我刚刚讲说 还有一个生理的摊会和吸收位 七种分析排放的总量 在扣解造物的摊会 国家的净 很干净的净 净的排放量 排放量 我们在全世界 大概在0.55%左右 那如果 在人均上 大概是 大概十点多 工费的量 但是 大概还没有二十几 但是国际上 其实比较搭 或者是国内媒体 比较常见的 实际化语言 从国际的一种数来看的时候 只单独碳 燃料理少量化碳 这个结构上 我们在 在全世界的台序 大概在0.55% 和占谜 这个名次 大概是最近 我们已经看到的 人均大概是 十一阵不久 这里面 大概是 只会是这个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全世界的情况 中国大陆其实 光碳燃燃烧炮 其实占谱 是远远超过全国 第三个 如果是欧武家 才大概是第三位 等等其他国家 包括很多新兴的工业 工业国家 极专事故 或其他亚洲新兴国家 其实 台湾都实际在增长 之后 给大家的印象 非常起来 像给大家 后面这一张状况 我们知道 我们那一年的状况 全球的占谱 可是我们这几年的趋势 是怎样 从若用2005年到现在 2016年 我们在燃料产 燃烧排爆量的结果 变调台湾是这条线 绿色的线 我们几乎在持续的阶段上 相对于基准年 2015年 就为万法相继续 我们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基础的成长 这个意思在乎 我们在经济 还是持续的增长 能蓄又还是在持续增长 可见是我们在韩国 不管是能源 或者是制造业 或者其他议题上的 解针解采的技术等 事实上有些效果 让我们的排放量 其实维持一个基本的状况 但是我们经济 还是有持续的增长 但是我们相对于其他能够 可以看到上面 如果我们贴近的这条线是什么 如果以开发国家职业来看 他们当然都是一个持续 或者比较往他什么趋势 但是如果是新兴工业外国家 开发动的国家 其实都比较像上面的几条线 像中国大陆 不是我们上标 韩国 西加坡 都是一条 还是往上标的趋势 我们在国际的宣誓 在2030年 希望减量的服务 其实我们当时宣誓是 我们的INVC是 2030年要相对的B.A.E. 借不量的趋势一下 但如果换算成2005年 会开发上基准的 可能看错 我们相当于9.20% 如果你对照当时其他国家 对外的宣誓 中国大陆的局务 他2030年尽量达到宫子 最近有新闻提到说 他可以提现了2022年 都可以到宫子 但是他当时的承诺 是宫子 也就是他现在失去的政策 他成长出的比较大陆 同样的韩国西加坡 韩国还有很多是用 所谓的境外的减量额图难 以及不大国家对外宣誓 所以我们的国家增加状况 给大家这些基本的资讯 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内 我们国家的量 其实坦白说 在全世界战予 我们还在有 1.5%的状况 我们如果要管制 这些排放流 以温管网线在加坡上 如果从看低价角度 应该是从右边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规犯的是 我们有总量管制 在排放交流的评论 我们从温管网 2015年7月1号施行之后 到现在 我们很努力在这一块 低价温管网 单独立场的通货版本 需要有一个国家的 行动党领 推动方案 甚至部门的行动方案 一直到第一方 配合中央的一些 执行方案 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 到今年 也许在八月份 应该会 几乎全部完备 包括到第一方的执行 这些我们必须 要保障 和平的程序 这一块 其实就是 讨队到最后 一个总颁管制 所以我们说 那制度上 我等一下 公文会 针对这一块 公文会 我们法规的面向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很多 都知道在行动规则 入居 当然有些也是跟我们 主要管制服官 像我们的盘上 甚至查列机构的 一些等级规刃 都是在前端 在做符合式列展示 MRV的这些规则 但是对于16县市 大概我们现在 可能10个县市 大概还有其他县市 少数还在做一些讨论 大概 希望在八月份 可以完整 那做完整之后 就可以把公文会 要求的中央 部会到地方政府的 一些要求的行动规则 都已经先递出来 也就是我们必须 先走一遍的方法 再来看 每个部会 或是地方能够 未来强化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 好 那我们目标 其实 大家很熟悉 公文会 我们画一下法定目标 在历史台湾里面 我们国家后来 在2020年来见 当成基础有20% 我们在报警政院的 短期的5年的第七期 2020 2% 2025 2030 跟老海 跟国际学生一样 维持20%的服务 以这个服务来说 这种诺钱 带国家的奖励物件 那 5点是依照文法里面的规定 达实证参照 参照了 英国碳预算的概念 做5年接到一起 的一些款式 好 那 在过去这几点 其实我们的爹地开放系数 从 106年的0.55 告别 其实去年 已经交到0.55 在经营部最新的屏幕 其实他们 2020年 就1090年 大概达到 0.492的目标 其实是他们觉得的希望 在 2025 也要加到394 以这个幅度来讲 其实 我们的20% 也就是这个结构 不过是从我们的天然气煤跟 在那里的占体上是个结构 因为 每个天然气在台方 2089 是2.5 所以 你没了台方 在那里减少 天然气上 自然都 台方的强度度 也不一样 那 这一张给大家看 是不是 其实 其实温泄基金法 跟一般环境法规模 不搭乎 比方式 因为气候变天意义上 它有很多的不同 事情 我创了几个红色 如果大家仔细看 右边这些 几下说是 其实就是行政院各个部门 每天都在应该做事情 只是 你要去多考虑 温泄基金来关系 那在这边 有预设系统 又是 尽管会困难度的参与 还有批判这些 总案管制 就是有机关的参与 好 那行动部门 我想各部门 做一些 各自的机构标 在推动之后 好 那公报一下涉及的 预算 碳地价分数 必须三条只有两个原则 一个是我们谈说 总量管制下的合配 应该从免费的合配 手到相反应该的配手 那另外一个原则是 我们要推动 进口的80年 的税费体制 落实中立的结根 那第一个一提是 那目前是 外交所在 在法规上 有无确要求 去进程度上设计 第二项 目前是有 行政院能源 能源机简单 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 所以刚刚所有人提到 过去财政部里 有挺过不少 几次的版本 刚刚在社会讨论上 对于能源税劲 来对社会的一些 女生冲击 等等 产业冲击 所以当时就用自己推动 不过目前的了解是 财政部长 是在2020年 推出的制度 设计跟配合 所以事实上 也放在我们 台湾区关目标 2013年目标的 他们的一个 既定目标里面去 在文官网下抓一条实物 我们要完成这些 配合制度 其实它可以看 我们现在有 很难查理 任务查的 其实都已经不健全了 那现在要做 和配犯看看 每所任何制度 其实现在继续建立 我们希望这个制度 是在明年 就是2020年前 把所有人 制度长安全会出来 至于要施行 在文官网上 要的确位 不是环博士自己 做要施行的事情 我们必须 看好合体的状况 还有这些制度完备之后 这将会协调 怎么报取其正硬盈利 才先做一个事情 好 那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所谈的 我们总量管制下 我们在掌握的 盘查里面 有个280级 重大盘房率 在每年的盘房 差不多会有5万对 二两万能量的数字 你若把再聚焦到更小 如果重大不是对以上 必须增加100加左右 那我们目前也觉得 正继续在做的 好 那我们后续的盘房率 其实也一直在继续在电 那 那我们强药制度 也不过最大的问题 就是 我们国家的排放源 集中 集中在固定的少数的人 包括电厂和工厂 那我们在法规上要求 我们有重大排放源 重大管 可是 我们要合肥给它的 直视力 那 失业包括台电公司 台电公司比较多电厂 没有开放源 整个在一起 多多不管失业 那就可能越来越少 那失业是不是在放干它 建议我们还要跟进入 来讨论 另外一个是 我们在 国家法相当时通过了 它会有公共失业的获免的方法 要考虑到 如果你是电厂 它发的电子 给供给需求端 就是端端产业 或者是 运输 或出产等等 那这些是要免除的 在法律上的 但是 如果这样一扣除之后 电厂支援电 就这实际 所以在国家法当时通过的时候 有很多在政治协商上 会有重的 所以我们后续在思考 先推介到我们 跟物贵来看 贵来承纳的伴手 另外 金融的主管器官 我们那里要向金融会议 你若使到碳交易 会有所有的返利 得及有惯例 可以有 money forward money forward money forward 这块 最像我们的 股票教育的正常 那这块金融要的成绩 我们在法规上要求 是希望金融机关来介入 但金融会认为 你这个碳交易 这个市场规模 其实非常的小 而且 就算能够 能够活络起来 这个交易 就行了 我们看很多人来看 其实他状况不上来 那这跟我们未来 是设定的 一样的关系 好 那最后 一个是 我们如果脱离的 采方交易 这个 主要看比较有关支付 我们刚才讲 税跟费费 这两支付项 税当然是有财量负责的 那我们在环保署下 也在思考 这事实上是去年 在立法院 有立法院提案 要求环保署去做 立法院提案 立法院提案 我们做了一个 可以找一些部分 以下这些内容是 如果我们 不要去税 用费 这种特别的项客来看 环保署过去 事实上有很多 像合物费 责物费 突然无法管制 等等 当然 你进来这些 专门专用的处理 来做 这些东西 简单相关的 但是这个 跟 我们现在的排法上的 可能是 跟人员税 事实上都有相关的性格 因为 你可能客战的对象 都是同一个男人 同一个男人 你当 后面所受到的影响 当然就是 你当提到 税衍生的 很多女生的 价格 活动 有关系 也有在表情 这样在我们未来 制度设计上 我们要考虑 那我们现在思考说 这东西能不能在未来 温文管法的修法过程中 我们刚刚谈到 温文法从2005年到现在 当时是一个 在国际的一个 始分为下 在立法院 各大法院的协议 通过的一篇 事实上 也不是很难 因为很多 我们当时要求 需要 像过许可制度 校园标准的管制 这些行政管制工具 其实在法院中有 我们指挥一下 这些工具 就是所谈管制 排放交易 其实为了离谱 对排放员的总量 而去鼓励 达到他的目标下 所做的经济工具 所以 重点在 那 所以我们在 每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在想 无法先在先阶段 事实上 很多条件 包括我们跟政府 之间的法案 有些都需要做 有试图的 调整 好 那我想先分享到这里 我想过下来的机会 可以分享一下 非常多的 谢谢 理事长 这么短的时间 这些体系 做了一个介绍 那 除了 排放 交易 和教育体系之外 我们国内 过去 Gestories 有规划 那 也有这个 要求这个 很重要的产业 必须要申报 那另外一个 当然是 到底是碳税 和碳费的问题 就是 需要更多的 一些公司 那我们知道 5月24 全球有这个 气候 对不对 气候进行的 这个 运动 那国内 开始有一些 环境团体 想去驱动 这样的一个issue 那我的意思 就是说 基本上 这个都是需要 内部跟外部 很多的讨论 那也是需要 很多的社会的压力 那因为这个 当然会在 我们知道 就是国内很多 关心气候变迁的 学者 就我知道 有发 验哲院长 对于政府 推动 有关 二氧化碳 减量 或是自己的减量 程序 跟制度面 是比较 表示比较不够积极 那他也一直 要求 蔡总统 在这边 做一些改变 我想大家在 媒体上有看到 那这的确 都是需要 更多的 一些讨论 那如果是说 我们在各个部门 我想这边 智库里边 刚刚也来 有了一位 高雄市的事业 也来了 台湾医院所长 大家在 讨论 公司 因为制度面 其实制度理系都可以很好 讨论 其实是社会公司 比较困难 我想我们第二位 就请到 安永联合 会计事务所 的专家 会计师 来跟我们 介绍一下 他从 这个 金融面 金融体系来看 相关企业的 这个 关系 谢谢 老师的介绍 我要带来 两位先进 还有各位伙伴 大家好 我是安永联合 派施事务所的 在路者分派施 我有简单报告一下 我一般都说 我确实是职业派施 我在工会是有登录的 我其实比较服务正业 我是全职 在做气候冰箱面 有去办法服务 所以也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样的背景 再多说一下背景 我刚刚后面 看到我的同事出现 有点意外 还有两位 我想说的是 是因为在会计公司里面 我所带领的部门的同仁 其实大概一半是 环境科系第一点的 还有部分呢 其实大概是像 社会系 其实我们也有排大社会系 社工系 地理系 化工系 化学系 我满享受我的工作 所以 我们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独立于 我们的会计体系以外 我们确实是有个部门 开始在关注这件事情 我还不敢说 因为在场有各位 非常多的专家 那我们想说 我们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特别是从企业的角度 跟从技能的角度 有一些观察 那借这样的机会 跟大家来做报告 那我自己本身呢 除了会计的一个学历以外 那我自己呢 其实目前还在台北大学 持续进修 跟环境相关的一些 学历跟研究 那这部分呢 如果有更多的机会 是学术面的 那也欢迎大家 你过来做探讨 不過今天我跟各位 报告的主要 还是在我们工作上的 一些相关的一些观察 那不免还是一夜的部分呢 向大家报告一下 安永呢 其实我们 这个季后病 签约有去发展服务部门 在全球呢 已经到800位的专家以上 这800位其实是全职的 那当然在澳洲 在美国 在欧盟 其实各地呢 都有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方向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范围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 因为金管会的规定呢 在目前的 这个 正确交易的体系里面 资本有50亿以上 以及特殊的行业金融 相关的化学等等 食品业呢 其实是受到规犯 所以这些企业呢 必须要强制去盘点 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作为 那当然其中就包含 有所谓的碳相关的 温食器理相关的人员 然后这些等等 都还在这个国家里面 因为我们这边 我们另外还有 比较专注的 在左边这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 气候相关的财务揭露 那这件事情呢 如果大家听过的话 我可能再报告一下 这件事情呢 所谓的气候相关的财务揭露 它的起源是来自于 在巴黎协议刚通过的时候 大家全世界的一个首长 在那样的场合 共同宣誓说 我们要减到两度 甚至努力到一点五度的目标 那个时候其实在欧洲的 欧洲的一个金管的单位 被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全世界如果都认为 气候变迁跟 全球暴化问题这么严重 诶 请问对你的金融市场 跟企业到底有多少影响 那个时候有两个人 被问到打不出来 他们就开始推动这一个 这两位其实很知名 第一位是英国央行的总裁 卡尼先生 他其实是现在这个 所谓的气候相关财务揭露 coachare 另外一位的coachare 是大力鼎的前 纽约市长 洪博布克先生 所以这个气候变迁 相关财务揭露呢 是有一位央行的 一个体系的实践的领导人 另外一个是商业 体系的领导人 在推动这样的相关的 财务揭露的一个体系 其实也是来协助企业去了解说 如果所谓的摊定价 跟气候变迁问题这么严重 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等下我会跟大家再报告一些可能的新的 其他的服务呢 我们就有参考 那我同事呢 协助我准备了一些资料 那就真的借了一点时间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在探定价的国际等级的状况的话 根据CTP2017年的论证调查 607家企业使用内部探定价 在2016年是有517家 相较于呢 这个16年成长的11.7% 另外有175家 表示呢 在未来年有时是探定价 他在底下呢 是OECD在2018年的一个报告 所以他这个报告呢 是跟产业类的 把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 美顿和亚化碳的这个 成本呢 列在这边 他做一个分布 他结论是说 在OECD的会员国 居探定的国家中 他各产业探定价类的分布 其中呢 道路运输探定 一个探定价的价格呢 其实是大于 60公元 比例为45% 是明显 高于其他产业 那这个影响能量 其实是比较巨大的 当然这个还是一个 产业成绩的报告 我们确实在企业的层次 遇到一些问题 我在这边可能 就可以先跟大家 报告一些趋势 其实从2015年巴黎协议通过以后 资本市场 很多的投资人 我必须坦白说 他还是为了 他资产的一些价值的确保 他想要利用很多的工具呢 去把企业看得对 所以其实 我还是举个实例好了 我就在上个礼拜 去淘云一家 台湾的上市的 一个保健食品的公司 我讲的不是能源产业 但是他一去呢 国外 他有一个 我们叫Low Show 就是他去跟国际投资人 去做沟通的时候 国际投资人手上 拿着一张表 请问你公司在环境 跟社会面的绩效表现 在全球排序是第幾 如果你把它列在 所谓的食品 或风险名单里面 基本上国际投资人 就不看这家公司 他感受非常强烈 他忧心到这种食品 生产食品保健的公司 其实都在看看 那他问他说 请问你要我做什么 他说你就先做温室基底盘查 你动不了解自己做到什么程度 怎么样可以跟你进一步 就这边有些趋势 但不是只有 除了运出产业以外 其实包含其他的产业的影响 就我的观察来看 其实企业的老板 他确实有catchdown的趋势 只是动起来还是比较可能 那这边呢 其实是所谓的 判定价的一个 鼓劑的趋势 那我同时也用的是 CGP2015的报告 那这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亚洲地区 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说 我们确实是比较落后的 因为亚洲地区按照这个图来看 红色的部分呢 其实是 这边是一个数量 红色的部分 是有那些探定价的 曲线的部分呢 其实是有相关的 这一个制度呢 其实是能够 预计要参加 这个所谓的ETS 就是MH Trends 那这样的比例跟趋势呢 其实在亚洲成长 是非常快速 可是台湾的行动 还是稍缓了一些 所以 我自己观察的是 当然一个产品服务 要进到国际市场 特别是各种的公司 这边呢 其实 企业都一直想要去了解这样 所以 上网工也会跟大家报告 所谓的 期后面接相关财务 介入的一个框架 那这边呢 引用的报告是说 2007年 各行业以实施 与准备两年内 实施探定价 企业的比例 最高整的 还是那些产品 跟小网工的实验 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这边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好了 因为 其实我也协助一些公司 在做一些 转型 或是一些评估 其实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有时候我们做了一点点 就我的研究来说 其实对环境 还没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 如果不因应财务的影响 却又很大 所以我觉得 其实就我的心情来说 跟心得来说 公司应该还是用 风险评估的角度 我们致力于 就是让公司把事情看作 因为对老板来说 如果没有一个衡量 或计算的话 很难做决策 那其实我们的功能 就是要 做到这件事情 但是 要看对需要很多专家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样的场合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跟理由不同的专家 怎样协助一家公司 能够把这件事情看 所以后面会再 进一步的去讨论 我要往左边 好 这样我学习到了 好 每一天都在学习 好 那这个探定价对企业的效应呢 我们还是提出来 从效率来说 我们量化探成本之后 各团队可以分析数据 确定如何更有效率 如果是一种效率的方便 那还是可以延伸到 供应商和客户外部的治理 那宏观的观察 各种资源 成本能力做承证 责任的部分呢 是对员工合作伙伴 客户投资人 特别是投资人 真的是影响至关重要 那环境因素是很重要的价值 不过我想提一下 是对国际投资人很重要 我觉得台湾的投资人 可能股票可以赶快跟上来 那在外部压力的部分 其实刚刚的组长也有报告 相当的发挥限制已经进来了 那最后领导呢 其实应该进一步 考虑环境因素 如何纳入财务框架 以及碳市场 它的机制本身的运动 然后吃力于地碳 经济就业教育 保健和其他的社会问题 然后其他人能够去 助于来减少组织的成本探组计 然后能整个来了解 减缓现在的风险 对组织的影响 甚至来推动绍兴产品 和服务组织的发展 其实我绝世之外 那底下是参访一些国外的一些机构 提出来一些概念 那这样的所谓的内部探定价的初始 当然它不是一个完美的 你说完整的 我可能要衡量到所谓的边际的简单成本 那如果从简单的开始来做一下计算的话 它的本身探定价的概念 可以使走温室器人来套量当分 相关的环境倡议成本的主要分子 可以来核算这样的初步 去了解一下企业可能是一个 内部的探定价成本 那这些内部的探定价可能包含 减少内部排放量去投入的成本的需求 单纯为这个 减碳这件事情的 再来是预测能源的购买成本 或是探定价的相关成本 可以做一个组合来做一个计算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始点 让企业呢 还是能够从财务的角度 来明白说 环境 它的这些外部的成本 让到企业内部的时候 怎么去做分碳 那这样呢 如果让我再多说个会计一点的话 其实这样的公司它真正的用意呢 对我们会计的用语来说 它其实叫内部比赚定价 比如说我产生碳 我的成本应该是分碳到动因上面 就是谁造成的问题 应该要分摊给谁身上 比较多的时候是制造部门 我就短时直说 制造部门产生的温氏气力排放 却要总部去购买预电成本的时候 企业需要一个制度 用合理的基础来分摊 分摊回制造部门 这样它内部的产品定价呢 才不会忽略了外部成本 所以这个公司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大家常常在环境里 因为我们谈的第一个是transpility 就是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 透明度其实它有个cobility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 企业很重要的是说 先从自身去排骨开始 怎么样了解自己的 改革人等等 总和的一个组织环定的成本 其实开始能够从财务面 去做一些内部组织力 转定价的一些操作 才不会让成本转价的时候去失真 忽略到外部的成本 其实这部分确实是 我们会计里面已经在做一些事情了 虽然公司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企业要动起来 真的不太完毕 那这边呢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正面的回会 其实它已经2015年了 可是我总是有机会 我在台湾都会报告 全世界的公司 我们调查的 安永这些调查的公司 其实并不是很悲观去采行 碳定价这件事情 比如说 这个overall的competitiveness 我们来看这个指标好了 整个的企业的总和的竞争力 他们认为实施碳定价 内部碳定价这件事情 其实是strong positive impact 部分 居然到了22% 那还是巴黎协议刚通过气候的事情 现在应该只会更多 28%的人认为它是slide positive impact 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 结果50%以上的公司 认为实施内部碳定价 它对企业非常的帮助 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 边际成本的概念 刚刚我可能稍微看到了 那其实对他们来讲 可以很了解自己的竞争力 到底是在什么程度呢 其实也是我们安永的报告 要把它分享出来 那底下这张图呢 没有要轟炸各位的意思 不过我刚刚讲到的 所谓的气候变 气候相关的一些 财务的一些风险揭露的架構 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TCFD 这样子的一个字 它是国际金融固定文会 其实在2015年 就我刚刚说过两位先生 来co-trade 这样的一个气候相关财务揭露的效果 来推行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上面呢可能 虽然大家可能不陌生 这楼群文念一下 我们上面呢 其实我们常常 比如屋外部的转型风险 企业的可能有实体风险 它立即的预受风灾 或是相关的一些 产地的潜势 这个东西性的部分 所以这边有一块叫风险 右边呢 其实对企业来说 刚刚谈到的 能资源效率 新的原产品服务 其它是一个机会 那这些风险机会呢 现在不是没有 但它是国家或 制作产业层级的报告 一如我刚跟大家分享到OECD 它还只是把Sector 所以TCFD要做的事情呢 是 我们再把它融入到 企业的风险管理的机制 因为 这些企业的老板之所以很难因应 就我的观察是 其实企业还是有点任性 如果大家可以接收 用CPS这个字 其实企业不会不堪一击的 只是老板说 那影响多大的时候 怎么样透过风险管理机制 去把它的任性 还真的摆出来之后 才能明面 它可能影响了多少 不是所有的产品 它都会变定 应该也不会这么脆弱 那到底影响多少部分 就必须通过风险的变定 再来才会影响到 它的收入支出等等的 所谓的资产负债的一个观念 那部分其实是TCFD 甚至想要去做 简单说 跟财务联系 跟财务的报表联系 因为我只剩一分钟 我分享一个例子 艾克森美孚在2018年 正式接到美国金管会的一个call 它的call上面是说 我确定你忽略了气候面前相关的财务风险 它确定你忽略 可是不好意思 它没有办法给它罚钱 因为金管会算不出 所以它说 你再去考虑看看 你可能未来要做揭露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趋势 包含台湾今年 包含香港已经有了 其实未来在我们的资本市场领域里面 常看到的财务报表跟普通跟联报 都必须要去adress 请问公司的期后相关的风险 到底有多少 已经是一个资本市场必要的影响了 底下就简单的报告到这边 希望底下还有机会交流 谢谢 大家比较流畅或比较知心这些东西 那我们知道这个需要政府制里面 需要企业面 那你从金融面 因为金融它现在从绿化资本流 我们上个月我们中心也有举办这个 陆方权料奖谈 也是绿化资本流 那绿化资本流 那就是说 国际上还是希望 我们现在开始希望 这个有测试的运动 化资本流相关产业测试运动 然后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会点 会点明明到底有没有 气候接动 然后再来 希望能够投入更多的 绿色的产业 或是能源的产业 我想在这种配套 从政府面到企业面 到金融面 现在很缺一块是社会面 政府在这一方面的 就是说 这一方面是需要很多的过分 那我们刚刚应用书上讲 现在看起来 台湾如果要到 2025年达到 这个 减量的一个目标 减量百分之十 然后到2030 减量到2005年的基准 大概2.5分 再减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源转型 就是台湾的能源转型 其实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这边起得来 起不来 那大家知道 现在总统大选 这个 不一样的政堂 对这个能源 也有不一样的想象 所以其实台湾好 那因为我溜德 我在德国也感受到 在德国能源转型 也是命令蛮坎坷的 其实在1998的时候 那时候的总统就是 就宣布要费核 到2002的时候 Milker回来 又宣布核能延长 那现在台湾还蛮关键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确是很大的 是能源来自国际进口 所以如果我们 在减碳的部分 如果再生的这波 你起不来的话 冲击我想会非常大 那另外就是能源面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气面 国际的投资人会要求 你要用更多的绿电 甚至你的整个制程 你的相关的运输 我想就是已经进到 一个新的领域 那所以在这一块 我是觉得 还是需要更多的社会的讨论 那我们国内不缺职务的设计 我们国内不缺法律的人才 国内缺缺的是社会的共识 那社会的共识 这一项我想 需要大家都发言 因为这个的确是 蛮大的一个压力 那这个压力 其实就是 台湾如果跟全球的Dlink 越来越深的时候 就是我刚讲的 就是欧盟新任的 这个职位的主席 这个已经有这样的学识 那我们刚 我们也知道 才七月中 德国跟法国的这个 他们各自的经济分析委员会 会严格宣布的这个 要在欧盟 实施同一个探定价 这样的一个体系 但这个都会驱动到 欧盟若一个很大的市场 它就会变成 它在像这个 Low score 它会变成很新的 很强的 这个环境质量 你所有的产业 必须要follow它 你才能够生存 所以这一块 我觉得在社会面积上面 我们的确是需要再强化 所以我们今天第三位 我们就请到周恩 他应该有些知道 来看 国际上的社会面的问题 那我们就欢迎中文 好 谢谢周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两位讲者 刚刚精彩的分享 那我觉得学到非常多 那今天呢 我对我来说是非常 我觉得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 我觉得蛮感动 因为我第一 我上星期二 从美国举家帮回台湾 所以我现在其实 时差没有完全调完 然后白天我都在 搬家具 组装家具 所以这个 如果我呢 你有看到我的投影片 是比较阳村一点 所以如果准备步骤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我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收到分野中心的邀请 然后来分享一些 我对探定价 的一些心得 那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写 大概是国际的尺度下的 碳交易市场的 建构与治理 所以我大概从2010年左右 就开始追踪 这个碳交易市场的趋势 台湾的现况 然后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 比较大的尺度的分享 然后也可以对我们台湾现况 有一些新的观照 那我就开始 那这个是刚才 吴组长的投影片里面 也有用到的这本 这个是世界银行 每年会编一个 碳定价的这个趋势报告 那在这个报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每年都会追踪 当前那个年度里面 使用排放交易 cap and trade 还有碳税的国家与地区 那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 世界上有57个国家 已经建立了相关的制度 那包含了全世界 将近20%的总排放量 那在这个简单方面 大家非常快速回顾一下 这个发展的过程 世界上第一个 这个排放交易这个制度 基本上是 经济学家发展 发明出来的一个政策工具 在70年80年的时候 有很多学术讨论 第一次排放交易 被使用的时候 是在美国有使用 治理酸域的 这个SO2的cap and trade 在90年代实施 那第一个 那这个是 不一样的污染 这是二氧化硫 那碳的 这个cap and trade 第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 台湾制度 是在美国 东北的这几个州 叫做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叫RTGI 在业界叫做REGI 那这个制度 它涵盖的只有电厂而已 然后这几个州的 排放量也是特别的大 所以这个 它的cap 也比较松 所以大家 对它的关注相对起来 比较少一点 那这个美国 发明的这个政策工具 呢 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就传到了 透过几个经济学家 这个政策的领导 这个领导 这个领导人 传到欧洲去 那欧洲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建立了 它这个 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ining System EU ETS 那这EU ETS 也是在2005年正式上线 它已经经过了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现在直到第四期了 那从2005年开始 欧盟 这个排放交易体系 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 碳交易市场 那欧盟这个 執行这个碳交易市场的过程 其实也是滴滴的状况 有很多 大家第一次 从无中生有 因为有把这个 看不见摸不着的二氧化碳 变成一个市场 那当然会有很多问题 那中间 他们也学习到很多 那欧盟 就把这个相关经验 分享到世界各国 那接下来 就有几个 比较重要发展 是 我可能觉得 加州在2013年的时候 成立了 我刚从洛杉矶搬回来 所以 也是被管制的地区 那加州在2013年成立的 大概算是 加州 如果单独算 它这个该州的排放料 在全世界 也可以排行前十名 所以这个非常大的经济体 那加州的这个排放 这个交易体系 是 学习到了 世界各国的 失败的 尤其是欧盟的 比较一些 错误的经验 他就把这个制度 做得非常完备 那这 所以加州的情况 加州同时跟这个 加拿大这个 魁北克省 他们是 虽然地理位置隔得很远 但他们两个 两个政府 在 规划的过程中 就有非常多的讨论 所以这两个市场 很特别是 加州跟魁北克市场 是有连结的 所以 这两个地区的 企业可以 互相交易 好 那从 我们从这个欧美的这个 视角 转到亚洲 那到亚洲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从去 2017年底 开始推动 说要全国一个 碳交易市场 那他在 五个省 五个市 两个省 做了这个长期的试点 那现在他全国市场 还是比较初步一点 那当然 他们也是 蛮积极在推动 那我们的经济上 经济非常 互动非常密切的 竞争对手 南海也是在2015年 有推动的 碳交易市场 那 刘希兰也是有市场 那这个是大致的 所以你就看到说 全国 世界上 很多主要的 这个先进的 经济体 先进的国家 都有实施 排放交易 那台湾在这方面 如刚才是前面讲的 所说的 我们是 稍微慢一点 那在这个图上 台湾是这个黄点 就是说 ETSO Under consideration 那这个已经 很多年的都一直是 那个眼色 都没有进展 好 那 那你也有看到 那在图上 这个 这个 这个报告里面是 除了排放交易之外 它也包含了碳税 所以你看到 这些蓝色的区域 是 使用碳税的区域 那 其实 说起来 真正 比较 碳税 比较有 当 比较有作用的碳税 其实目前为止 就是加拿到 这个英属哥伦比亚省 British Columbia 它的碳税是 比较高的 那如果你是看到 这些阿根廷智利的 他们的碳税 相对起来都是 价格非常的低 所以它 作用不是那么的强 所以你可以说 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的 还是以 排放交易为主 那我等一下会跟大家 再多分享 为什么是这样子 好 那 下一个我又放一个地图 这个是 这个 这个图比较漂亮 这个台大风景同龄座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看得更清楚一点 也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图 那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 各个碳税 不管碳税 碳市场 他们其实 设计的制度 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你看第一个 我们看到说 它这个包含 部门就很大的差别 那在欧盟的话 它只包含这个 比较 所以加州的话 有85%的台方是被抛 或者是被 这个碳交易制度列管 那在欧盟 大概只有讲底一半 所以这个设计 制度设计 我觉得今天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碳税跟碳交易 这个 其实制度设计 怎么样去做这些 合配的工作 然后怎么样设计 一个完善的 这个管理的体系 是这个制度 能不能 当然还要凝聚很强的 社会共识 是这个制度 能不能成功 最重要的部分 那 讲这个碳交易 我每次都觉得 非常的抽象 说这个碳 怎么可以买卖呢 每次我跟人家讲 有个论文题目说 怎么可能有人在买卖这个碳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 如果 对很多人来说 如果第一 没有对这个议题 非常了解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就是一个 有点像 类似货币市场 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 他们就发起了一个 碳的一个 一个排放券 那这个券 是独立运作的 所以这些市场 是 全部就是跟 跟货币市场一样 你这个货币 只要没有结成 一个货币同盟 他们是 不能互相交易 所以这个 我刚才说的 几十个市场 他们是独立运作的 那接下来 我想要跟大家 简单说一下说 这个碳定价的发展历程 我个人觉得 可以把它了解一下世界的脉络 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说 我刚才提到欧盟这个市场 对相对起来是比较早发展 那在推动 这个第一个阶段呢 推动这些碳定价的 主要的 这些 推动者 其实是 从企业开始 这个 刚才完全呼应了 刚才这个 曾会计师他提到的 企业可以扮演的角色 那欧盟 回顾欧盟的历程开始 欧盟是 这个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非常奇妙 一开始在特别强力推 游说要推动 碳交易的体系的 其实是 BP 跟 Shell 这两个 石油公司 大家想说石油公司 不是都不相信 全球转化吗 其实这两个公司 他们从2000年左右 就开始使用 内部的碳定价 然后他们也 花了非常大的力气 在推动 希望可以采用 碳交易 但这点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后来很多 一些社会学者 或其他的 环境社会科学学者 发现 他们 是做一个 有点像风险管理的概念 他是想说 如果全球转化 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那他们想要用一个 他们比较 想要被管理的方式 那他们在这个 碳水跟盘放交易中 他们选择了 排放交易 因为他们觉得 税 排放交易 在我看来可以 可以赚的lobal比较多 可以这个制度设计 他们可以 在这个合配的过程 也可以 其实免费 赚一笔 其实是有这样的考量 所以 也是因为这样子 欧盟这个 早年 最早期的推动上 看到企业扮演非常大的角色 所以这个 这点可以算 基本上 欧盟情况 是这样 但是到了 2020年之后 新发展的市场 我们发现其实 尤其在亚洲的新银市场以下 国家扮演的角色 其实相对起来比较重 那其实 尤其是拿盘跟中国的经验 这比较像是早年 这个 国家扮演一个发展型国家 然后要制定经济政策 所以 在中国 他是把 这个应对气候变化上升到 国家 总体经济战略的层级来思考 但在这个情况下 他实施排放交易 基本上是想要做 经济的 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 想说他把 风电 把太阳能 把电动车 这些产业 视为一个 新的工业发展的机会 那可以透过 碳定价的方式 去竞逐这样的 新的经济的红利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碳交易整个 碳定价的制度 从早年比较 比较 像企业在推动 到亚洲的情况 基本上它变成一个 国家的经济战略的发展 那讲到这个 我也想顺便提一下 如果在场有读 经济学的背景的朋友 你们一定听到说 这个 是碳税比较好呢 还是碳交易比较好 那这个 这个问题呢 就在经济学界 也吵了非常地久了 那 以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近年来 讨论相对起来 已经比较 没有那么热烈了 大家发现说 其实 各有 就是各有 优缺点 那其实在实际的设计上 碳交易市场 它也做了很多的 额外的措施 让它变得跟碳税其实有一点像 例如说 加州是有设碳的底价 所以说 这个碳的价格 虽然是浮动的 但是 有底价也有底价 所以说一直在大概15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15美元到45美元 这个区段中 它 这个 价格会波动 但如果低于15块 它的拍卖的底价就是15块 所以这个 所以 有人这层设计的话 其实 排放交易的碳市场 跟碳税 其实差异 已经越来越小 那就 连接到我刚才说 这个怎么样 设定这个 这个制度非常重要 那包含欧盟 因为之前碳价太低了 在我做 我写了我的论文的时候 欧盟碳价从 因为经济衰退的关系 这个 金融危机的关系 一路从大概30欧元 掉到5欧元 那5欧元的话 基本上这个碳 这个完全不能反映 实际的碳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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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外部性 所以欧盟就做了一些 新的这个改革 基本上欧盟的制度里 有一个有点像碳的 这个储备 有点像中央银行的概念 如果外面的碳的配额太多的话 它是可以把配额先 保住 不先发放 那就 又以此来 管制这个价格的活动 所以是有这些 相关的制度的设计 那 接下来我回顾了这个 大约国际的 很短时间内 讲了很多 这个国际发展的一些 一些历史 一些趋势 那我想要特别提到一下 这个 其实我忘记转我的通影片 好 这只是该跟大家说 碳的 推动 当年推动碳交易这些 许多的商会 例如说这个 WBCSE 就是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基本上就是一群 想要做有序的企业 他们去 去游说 他们扮演这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接下来就说 这些也是这个 推动碳交易体系 几个重要的一些 一些企业的团体 所以早年的时候 推动是非常的 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包含他们也有成立了 就是专门推动 排放交易的团体 那这个 基本上 碳交易 这门生意 已经变成 好像 已经制成一个小的 产业链 然后也有 许多公司 以以此为生 好 那回到 那我想要 最后一些时间 稍微提到一些 碳交易 这个碳定价面对的挑战 那讲到碳定价 其实这个问题 有点 有点奇妙 因为他同时会受到 保守派跟进步派的攻击 所以他是在那个 在政策政策上 常常是两面不讨好 那对于保守派来说 在 尤其我刚从美国回来 有很多人不相信 但绝对脑派是真的 所以那当然 绝对脑派如果不是真的 那干嘛要碳定价呢 所以保守派是有这样的声音 那接下来有一些保守派 会说 这个弄碳价 就是对经济 那这个 一直都有这一派的声音 那我们实证上是看到说 现在也就指出来 说定碳价的话 对于 国家的中体经济的影响 是非常有限 那甚至说定 企业内部碳价 可以呼应到 官局师所说 其实常常对企业 而不是对企业有负面影响 那这是比较保守派的批评 那如果比较偏 进步派的批评 就连接到 刚刚周老师提到说 跟社会共识很重要 那 这个碳 这个碳 呃 常常被批评的就是说 这个 一开始是说 有几个 对于这个 环境正义 或能源正义的考量 那第一个就是说 比较简单的说 这个碳交易碳税 会造成很多漏洞 然后这个交易制度 有很多贪污的地方 那 的确也有 5B的事件发生 的确早年 在刚开始这个市场 建立过程 的确有这样的情势 但是因为 现在他经验比较多 这一类的批评 大概都已经 呃 已经大概被 被处理了 那 比较难解决的是说 第一个碳 制定碳定价过程 常常可以 会造成一些 这个 社会正义的问题 那 第一个说 如果 我们假设 今天一个碳 排放交易体系 然后我们是用 免费合配 我们刚才提到说 温管法里面说 先以免费合配 再到配售的方式 那免费合配 基本上 我们从欧摩今天看起来 等于是说 这些高污染的企业 比如说水泥业 钢铁业 就是免费得到这些配合 基本都是现赚 几百万美金 这样的情况 那对于很多的 这些NGO 对于这些社会 社会团体来说 这样其实是 是 某种程度的 环境不争议 你等于是说 我拿纳税人的钱 去补贴高污染的企业 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市场 所以这个东西在 各国的执行的过程上 都常常遇到这样的批判 那其实很多时候政府是 没办法 为了让企业可以 上 对于进场 说我支持这制度 所以 所以 会使用 免费合法的方式 那欧盟的做法是说 它前面先免费合法 然后最后是用 整个配售的方式 那加座的情况是 一开始 它就是使用 Action 就是使用配售的方式 那这样 使用配售的方式 政府会有 多余的盈余 也比较不会有这样子 不正义的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说 这个 看定价的 如果是国家成绩都看定价 常常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电费会涨 能源会涨 那等于说 那也知道说 比较 经济弱势的群体里面 他所用能源在他 这个 消费的比重 是比较大 所以说 如果是穷人的话 他的使用能源 在于他的这个 所得的比重 比较大 那这样子来说 其实是 会某种程度上 对 有点伤害到 尤其涨电价的话 如果其他东西不变的话 是伤害到 这个 经济最弱势这一群人 那这个问题其实是 比较难 比较难处理 那这个有几个 比较好的做法 再给我半分钟 比较好的做法是说 比如说加州的情况 你可以拿这个 有一个做法是 可以拿这个 我们配售得到的 这个 这个银鱼 去 回 去 做一些 低碳转集的补贴 比如说 加州会拿这个 拍卖得到的钱 直接去帮一些 这个 比较穷困的社区 去装太阳能板 去做这个 这个房屋的整 这个能源效率 提升的整修 那甚至也有一些方式 是所谓 现在所谓的这个 fee and dividend 因为大家不喜欢tax 这个字 探税 没有人喜欢新的税 那就是所谓探费 加上探的红利 等于说 假设今天我 刻一个税 这个一顿 25块 政府收了一个 这一大笔钱 之后 直接把这些钱 直接 返还给人民 也是有许多学者 在讨论这样的做法 那这样的做法里面 的确是可以比较处理到 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一块 因为等于说 你 刻税的同时 是人民也得到了一个 和 这个刻爱钱 是 至少有一部分 是到了 这个老百姓口袋里面 大家都发展 好 那接着 那就 就 我的时间到 那我 接下来的话 有些东西我 之后 Q&A的时候 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 那个 谢谢各位 我想 时间的关系 应该是 很紧 现在有非常多 我们刚刚有提供大家 就是说 现在台湾有七家 实施 内部的探队一下 那我们中西银友统计出台大 台湾十大温氏气体排放的企业 那 里面只有一家 实施内部探队一下 那我要讲的是那个落差 就是说 刚刚我讲 我非常同意这个 从市场的角度 来驱动 这种整个温氏气体 台湾的探阶段 我看牌的企业应该要有 不同 不过 看起来 台湾这么多的大企业 它的 思维模式 还是 除了硬体模式之外 还是在这种高碳的模式 那 也不太习惯这种 碳定下 或国际上的 落差 但是 我想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因为他们是主导的企业 然后又是在企业的总会里面 对政府有很强的发言权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态势 虽然社会有一些部门 会去推动 减碳 碳 碳电价 这些东西 但是看起来 还是不比这些大企业背后的势力 那 看起来 国际上又要求你 台湾应该 很多产业应该要进到这个部门 我想金融业都开始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这里边之间的落差跟角力 尼特是需要 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在发生 所以 我想还是不能讲发贷 发大财 没有太多的问题 只要有大家一起来 你能处理 那 刚刚金主的刚刚提这些问题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要做钢脚谈教育 走两百事后 谈教育 事实际上 我们要先做资料 所以 所以 重大排放来要做谈查 一些忍入或查验证 但台湾从什么都开始做起 其实我们做很多的 我们最开始是从 大概是两千年五年开始 我们跟半导运集结做 韩国原宿局的 支援点量的合作料理 当时对 国家系统 昨天没有办法律商要求 但是 这些重要的科技成练 可以跟他们做合作 这些点量 他们在 他们回去 做 加上这些 过来设备 或者把我们去除 那些韩国的事情 所以 这些产业的韩国 跟台湾量 其美不同 我们实在有影响 但是我们的用量 使用前端的用量 输掉越多 才是伪器破坏手足 这时候我们是 忧虑很多 恐怕 一些我们的 高阶产业的技术对手 但也就是 因为这一点故 我们跟这一半的产业 一起合作 如何把国内的 盘查交易制度 我们盘查的 这些查证集体 建立前 如果他们有个案例 还会变得如何 所以 我觉得 产业是有机会的 就是很多企业 现在越来越走的话 他会看到什么的趋势 会走在 我们法规之前 约一阵 政府的核心 核心核心核心 所以我们目前一起 谈查制度 跟产业这些 同时 扩大到企业核心核心核心 逼迫 那些 原来比较 比较防守的企业 交争核心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 它是会有进步 就是进步 很不符大家的期待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期望 就是说 很多制度上 或者资讯人 对人家的扩展机 所以这些 这些传统产业 它也会适合 内部转型 包括小企业 之前看众友 他问来 电动车发 他的伴养学 他的转型 就没有匹结 所以他要适合 转型的机会 另外我们最后 经常的问题 我们在谈这个事情 尤其妖怪之导 有巴黎协定 现在都谈判 这些东西 因为巴黎协定 当时 现在最关键 现在巴黎协定 会有机制肯定健全 包括过去的 进步时代 跟未来的 后进步时代 外面的关系 会影响到全球 看市场 或看价格的市场活动 跟各界的关系 还有点是 巴黎协定 跟早期的进步 必须出所要求的 跟进步 规范的开发国家的 这样子的 所以 它很多外围的东西 可以创造 都会回到它 但是巴黎协定 这次 每个party 都要做它的 尖量尖量 所以 你要除了从自身 做起之外 做从国家的工作上 你不从自身做起 从今晚 要取得 结果会的体会 越来越少 因为 刻骨头要跟它的 又在它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会影响到 未来的 反而市场 都会影响到 这是一个 动态的 所以 国际上 我们也讲解外 这些状况 所以我们不能自己去解释 谢谢 谢谢 这些 赚完后面的补充 这个也蛮重要的 那 这个大家一起去训练 希望我们 下次 再办这个的时候 其实 台湾已经斗起来了 看起来 现在 还是斗得非常慢 那个 选举是一个议题 但是选举好像没有办法驱动 这些事情 现在选举好像没有人在看西欧被解 很奇怪 很奇怪 我那天在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为什么他后选 总统后选 然后没有人把气候变迁托上去 这个 还蛮奇怪的 这个 这个 需要大家 候选人 我们现在在想 大家帮我们想一下 看 可以让我们总统级的候选人 签署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签了以后 他就开始要 想办法来执行 想办法 大家来想一下 这个 政治还是会影响到社会的转型 但是我们政治应该是被社会驱破要转型 只是他转不太的过去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 好 那今天我想非常谢谢各位 大家来这边一起来讨论这个 这个议题 我想这议题非常重要 那也是需要持续来努力 我们也非常谢谢三位讲者 非常谢谢现场的朋友们提问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